秋分有什么节气特点? 秋分时节,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,均先后进入了秋季,日平均气温都降到了22摄氏度以下。 北方冷气团开始具有一定的势力,大部分地区雨季刚刚结束,阳风袭袭,地空万里,风和日丽,秋高气爽。 秋分后,太阳直射的位置移至南半球,北半球得到的太阳辐射越来越少,而地面散湿的热量却较多,气温降低的速度明显加快。 农业说,一场秋雨一场寒,白露秋分夜,一夜冷一夜。 秋季降温快的特点,使得秋收,秋更,秋中的三秋节气养生大芒显得格外紧张。 秋分棉花土絮,烟叶也由绿变黄,正是收获的大好时机。 华北地区已开始播种东脉,长江流域及南部广大地区正忙着晚到的收割, 抢情耕翻土地,准备油菜播种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